Hello 大家好 我是海經亞洲的Tommy 美股已經進入了第三季的業績發佈期 而首批公佈業績的就是傳統的銀行股 今個星期就會用銀行股的業績作為引字 來和大家談談如果在衰退期間 我們的投資策略應該要是怎樣 截至上星期為止 公佈了業績的銀行主要有四間 分別是摩金大通、富國銀行、花旗銀行和合縱銀行 整體來說他們的營收表現相當理想 他們的收入平均高於預期的3% 回股盈利更高於預期的8% 他們的管理層大多數都表示 消費者和企業分佈的財務狀況十分良好 但有一點我們要留意 他們預估來年的整體經濟應該會轉差 所以他們將懷漲撥備都有所提高 而懷漲撥備也是連續三季向上調整 銀行業作為百業之母 懷漲撥備提升可能反映了銀行對美國第四季經濟沒有太大的信心 反而這點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除了銀行業績反映了他們對第四季經濟的前景比較汗淡之外 其實一眾銀行大班都暢淡美國經濟 他們紛紛都說美國衰退現在接近一個無可避免的狀況 而失業率飄升也很快會在明年第二季甚至第一季尾會發生 聽到之後投資者都會很擔心究竟在衰退期間是否不應該投資 沽貨離場等到實體經濟有明顯的反彈信號才入場呢 如果翻查歷史的數據 是自70年代開始 美國一共經歷了七次經濟衰退 裡面有四次S&P500指數都是要跌的 習慣去看 跌的次數其實是多於升的 但有一點我們要留意的 就是最近兩次經濟衰退所引起的指數下跌 都是來自金融系統的崩潰 當時的流動性是大幅收縮的 而現在市場上如果的衰退 相信很大機會都是來自一個通脹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 反而是和1980年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實用危機 情況是更加相似的 所以這三次的衰退期 標普500指數其實都是錄得上升的 分享多一個資訊給大家聽 就是衰退期間 究竟我們買什麼板塊會有較好的回報呢? 如果我們用第三次實用危機的八個月去看 就是我們發現必須性消費板塊的表現 除了比非必須性消費板塊的跌幅較少之外 其實反彈的時間亦較快,力度亦較高 必須性消費板塊其實就是其中一款防禦凝固 這些公司的業績大多數都有鋼性需求 以及具高的成本轉價能力 而利潤和現金流亦都比較穩定 能見度其實亦都比較高 所以我們建議投資者可以趁低吸納這些行業龍頭 作為一個中長線的部署 好了,今個星期我們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一起來謝謝 犯閒 線 ぞ 1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